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方圓之間的節目 上一集跟大家講起 新能源汽車 或者一些新能源的設備 這些將會是未來 我們的儲水池 再不是房地產 房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 房價 不升,沒所謂 但是的時候 可能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儲水池 因為大家知道 民間還有儲水池 今天就跟方先生談一談 順道會談一下 美元跟著怎樣看 還有美國國債越來越厲害 現在33萬7千億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 所以跟大家談一談 方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講到 可能處理處 新能源或者新能源汽車之類 分享一些 我們看到的一些東西 新能源汽車其實 大家都有沒有看到的 一些數據 就是我們的比亞迪 或者是哪怕 歷斯拉都是我們這裡的商產 作為一個基地 然後向全球去銷售 你說雖然是美國的車 但是它其實是中國製的 而且它的電池 所有的零配件 全部都是由我們中國製造 單體的市場佔油率和收入量 其實已經是老大在這裡 這裡有一些地方 我們從我們金融的角度 或者經濟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它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處者處 其實新能源汽車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環節 大家可能忽略了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我們現在中國的電價 應該是全球最便宜的 還有電網是最豐富的 即是我們隨時 即是隔離左近 都會有一個充電站 那個充電站 而且可能是380伏 或者甚至是去到80伏 我們叫做快充 快充的那個伏數 其實很多國家 哪怕你香港那邊 都不一定 有我們這樣隔離左右 就會有一個快充的 就算特斯拉 這麼早鋪設的話 其實它也不是每一個 超級市場 或者那些網 有這些充電站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就是以前的比特幣 我們現在大陸都談好了 那比特幣為什麼 那時候的抗基 這五點的抗基 都會向中國 知不知道 電費便宜 沒錯 你再加上一些溶動 大家知道溫度很低 再加上電費這麼便宜 尤其是一些城市裡面 更加有很大的電費補貼 所以當然大家都會想 當然是去到那些地方 去建一些比特幣的 抗基 即是說抗基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電力的方面 我們自己新同感受 電力有多便宜 大家都很清楚 我曾經在某些節目 和大家談過這一點 好 加勉敵方先生 是 比特幣那時候 我們講效益 抗基 抗基那張 VDO卡 即我們叫做 報應處理卡 那時候的火數都很大 整部電腦 或者整部抗基 開起來的時候 真的比你開冷氣 即它可以去到五六百貨 五六百貨 就相當於兩個小時 就用一度 那你要開行它 去產生那個比特幣 那它會有一個能效比 那假如 你如果去到 即現在歐洲那邊 打仗那時候 那些電費那時候的標準 你德國 你放一部抗基那裡發抗 它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它絕對是沒有我們 在我們中國大陸的抗基 去發抗 那其實後期呢 我們中央其實答應了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再用我們廉價的資源 即我們的電力 電力我們有水力 煤炭 或者石油來發電 即油來發電 那其實是招號我們的能力 那麼 我們沒有可能用我們廉價的資產 去供勸你們美國社會 是不是 我們花了礦 再輸出去 這樣其實 其實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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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其中一個原理 即是 我們回頭 即是我們新能源那裡 其實我們現在新能源那裡 我們為什麼這麼著重是推動我們國內的新能源汽車呢 你現在看到我們基本上我們擁有汽車的比例 可能現在有每四部的汽車都有一部是新能源汽車 包括我們現在廣東這個片區 很多時候有兩部汽車一個家庭的 基本上有一部已經是新能源汽車了 基本上有一部已經是新能源汽車了 那麼 我們現在 即是 換了一種思路 那麼 我盡量用簡單的原理去明白這個情況 那麼 那麼 如果以前我們的汽油車 我們的汽油是在外國進口回來 再變成 再變成 放進去我們的汽車那裡 我們再去 再去工作 再去運輸 那樣 那麼可能 我們每一百公里 我們可能就會消耗 例如十星的汽油 那麼 消耗十星的汽油 然後呢 十星的汽油 就換回 假如是十美元那樣就算了 那麼 這個 就是我們 是 在那裡用我們的 就是 幫 幫我 幫美國去 他的資產 去埋單 這樣就變成了 我們就是 貢獻了十美元出來 那麼 現在我們 換成了 電車 那麼 我們的電力是由什麼來的呢 例如由 太陽流 三核發電 可能 各種方面 甚至都會用到一些 我們叫做的 柴油 或者石油 那些的 電資源的發電 就是煤炭 這些資源之類的 但是 大部分 相當大部分 是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 潔淨的能力 這樣 他的資產 就是我們 同樣走一百公里 我們可能就是用 一里元而已 那其實我 給你耗掉的 以前 我純用氣球的時候 是十美元 現在反而是一美元 我不知道 大利Sir你明不明白我這裡的 一個 說法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做一百公里的運輸 那時候 我們以前是耗十美元 現在我們可能是耗一美元 我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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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所有的電力系統 都是一樣的 你會有損耗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 我們是用著 加流電的 加流電 你經過很長途的運輸 你會有損耗的 而且工程 是非常之很大的 那麼 一直每一個國家 都在運用著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令到損耗減低 這個是重點來的 那中國 由於有很多專利 和很多研發 中國電力那邊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功夫 令到 我們 地大脈搏的地方 電力傳輸 減少了損耗 而且成本 亦都相對減低了 因為這個是全國一盤棋 所以我們必須要 在這方面 就下了更加多的資源 放進去 而去令到 運輸成本 是低了很多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一方面 是 反正 就是我們這樣轉轉 用電的那個時候 其實它不是單純我們自己個人用戶省了錢 那麼其實我們個人用戶省錢是表面的 是表層的 就是 就是 那個 就是 資本的外流 是 這一方面 對於國家來說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們不用去買大量的石油 就是 在外國買大量的石油回來去支撐我們的汽車 是這樣 我們用回我們自身的 例如太陽能 風能 水能 這些潔淨的能源 那些已經可以解決了 就是 我們 不會 就是 老百姓或者企業 原來就是 新生甦府拿掉10美元 或者 拿下10美元回來 heaving 我花了大部分的成本去采購這些石油 因為 其實 我們中國的國策都是這樣的 一直以來都一樣 我們本身的自然之然 我們先不開採 因為 在開採的時候 我們的成本是給外國的 比如 歐洲 其實它的龍的鐵礦石 其實它其實是在表層 我们中国的铁矿石是在深层 我们采购的时候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反而欧洲的铁矿石在表层那里 就这样刮下去就已经是铁矿石了 所以我们国内的国策都是先用了廉价 外面廉价的东西先的 我们自己是有限的资源 所以我们尽量保留着 而且那时候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这个是一层意思就是 我们是不让他保我们这么多的资本输出出去 那这个是一层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用新能源的方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碳的平衡那一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承诺了2030年碳高峰 2060年碳平衡 那么这里会隐藏着一个我们叫做三排放权的交易 那么你看看好像特斯拉一样 因为它是很简单它卖车的时候 你觉得它的利润有5万元的利润 它比同期我们的汽车会高那么多呢 那么其实这些我们叫做环保营的公司 或者是新能源的公司 那么其实它有很多的碳排放权 是卖给需要采购碳排放权的一些企业的 例如我们现在的发电厂 就是我们指煤炭发电厂 那它的碳排放权是不够的 它要购买特斯拉这些新能源智能的企业的碳排放权 本身特斯拉可能它有10万吨的碳排放权 但是它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排放量 它只可能用到一吨 那么它可能有9吨是没有用的 那9吨我就卖给那个发电厂 发电厂因为它用煤炭 它用煤炭去排放很多的炭 就是很多的二溶化炭 那么它可能这些企业 它10万吨就是不够用的了 那么它就会向特斯拉这些公司 买它多元出来的碳排放权 那么其实换言之 例如特斯拉那些这样的公司 它除了卖车的收入 它还会有卖碳排放权的收入去到 那么它所以平分下来 每部车其实它的利润点是很可观的 它是相同的贸易利润点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说 其实下一波的那个处资传 就在这些 例如国际的政策 国家的政策 或者是大趋势之下 它就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处资传 会有很多资本追逐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 新能源车的环保或者是什么 它可能每部车的一些基本的 一些成本和利润的方面 但是它隐藏着例如 隐藏着例如 省排安全 这部分的收入去到 大博社 不知道这部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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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些市场上 去作为一个储水池呢 最简单的 两个东西 债权 和股票 应该可以做到的 其他呢 譬如有些基金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基金的收入费很贵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 在内地上 我估计 应该是 有关 债的交易 或者是股票市场 就应该是未来的储水池 对不对 嗯 嗯 没错 因为作为股票 其实应该是一般的投资者 是最容易接触到的 那 being 你说其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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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货 房金 啊 或者是 那些 大型的 那些 我们叫做 甚至国债 那些 那些都不是说 一般的投资者 可以接触到的 一般我们现在买股票 我們這個叫2級市场 一般 所以你取得了身份证 去开个账户 那你又可以进行交易 你买一千元就可以 十万元就可以 那如果你大宗商品 期货 房金那些 那其实你一般的投资者 是 没那么容易接触到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股票 就是二级市场 那里还有那些一级市场 也是 一般的投资者都很难接触 就是那些IPO 那些上市 那些融资 那些那些 根本都很难接触 因为他们的入门楼肩是高的 如果一个合格投资者 可能都要几百万的 两百万三百万 那不是个个人都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好像宏地产 那些我们叫做大型资产 或者固定资产 那现在第一 它处置的效应 已经凝结了 或者会削减 那所以 而且一间屋来说 都一百多万 我觉得又是一个 不是那么容易入门的门檻 那所以其实在股权 就是股权投资者股票那里 比较合适 那些一般的投资者 那但是 股票这些呢 很多人 就是不认识 那很容易 推出一些 选手难脚 或者是 拖誤认这些东西 那它就会有亏损 那其实我们 我们 后面也会有很多 关于股票的一些地方 会分享 那我教大家看看 是怎样去 是怎样去 识别 或者辨别 一些怎样的 高质量的股票 或者是 这些 究竟是有些什么 假象 或者是怎样 我们交往后面 那时候 慢慢和大家分享 正如这样 因为 内地的股票市场 就是 我已经提及过很多次了 和其他地方的 股票市场的买卖 是有 本质上高的不同的 那 最特别的 你可以当它是 每年都会分红给你 譬如 有些 城中村 大家都知道 就是股份 每年赚到多少钱 那就有一定的 比率 是要分给其他的 一些股东 因为我说过 譬如好像我们 中国那样 很特别 就是一个 是 股份制的公司 类似 譬如 你的社保基金 衣保 教育 其他各方面 国家 是会把钱分给你的 国家赚多少 就当然 国家自己要用 但是 亦都是要照顾到 人民的需要 类似这样的方式 可能大家会更明白 是 是 大卫sir 这个很有意思 你说到我们农村 其实我们农村是股份制 是 我们现在 以前我们叫集体 集体所有制 以前我们的制是属于集体 后来做股权化 股权化 其实我们每个村民都是股东 大家会看到 经常都听到 哪个村 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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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分 三四十万 这个五十万 这个一百万 都有这些情况 我们当时 其实村的集体 是股份化 股份制 这个股份制 就跟我们现在上市公司 可以交易的股权 另外一件事 因为我们那些股权是不可以交易的 是主开传承的 明白吗 就是我们 以前我们股权化 那一刻 你这个家庭有四口人 当时就是有四个份额 是这样定下来的 就不会变的了 你可以传承 但是不可以交易 你不可以卖给其他人 或者是怎么样 那当然 其实有收益 那时候你都不会卖给其他人 是吧 所以我们那些 就是那个村民 那个村集体 股份化了之后 那个村集体 就会管理 当时那个村的那些 农地 或者是那些 产业 大楼 出租 厂房 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些收益 到了一个年底 哦 有些该买社会保 该买社会保 该处理没有的成本 该建设 该翻身 那些处理完了之后 它会又剩下一些 我们的原额 那它就会分红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我们那个 那个股份制 其实是真是 哇 利国利民 它又可以盘盘了一些资产 又可以刺激到那些 那些流动者的那个 那个 那个积极性 然后又产生效益 产生效益之后 又分金同名 是吧 就是懂得分红 那所以呢 其实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体验了 现在我们农村的股份制之后 其实 同样在资本市场 亦都会有一个分红 这部分 这样的一个 很精彩的东西 那希望呢 就是后面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农村的股份制 那种效益 就是我不知道香港那边的朋友 有没有 就是去细节的了解 因为我们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过来人 就是我们是经历过 觉得这种制度 这样慢慢慢慢延伸上来 哇 原来是那么有杀伤力 那么有威力的 就是或者是 那么离国离民 我们的生活 是改变得 那么好的 那 那么 再回到资本市场 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方法 去看透资本市场的东西 是看 看回 是这种东西是 产生了收益 这些公司或者这些集体 可以分红给大家 那才是一个好的公司 而不是单纯去看 没有一只公司或者没有一只管票 去估计价格的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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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是用來儲存的 你跟著國家的發展 每一年去分紅 你都可能會有 5% 或者10% 如果是操作的話可能會更多 這個很特別和西方的 炒股 差價的上水落落 是非常之不同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今天暫時和大家討論這麼多 下一集會和大家討論貨幣的問題 美元的問題是怎樣 下一集再和大家討論 在這裏多謝方先生 記得訂閱大衛償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